有一個私餐多年的姊妹 我其實算是一個幸福的女人 因為我本身是徐慧文 所以我是外文系 我是英文老師 然後因為以前我們那個關係摸骨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26歲剛結婚 然後她就摸摸摸 她就跟我講說我會有出國的命 可是我雖然是外文系 可是我是真的是心系在台灣 從來沒有想要出國 結果我沒有想到我周年以後 是為了兩個孩子真的是出國 這樣子 那我就是帶他們到澳洲去讀書 那到現在1990到現在20幾年了 所以那個老大已經成家 然後我台灣的這個家經濟是中上 因為我跟我先我們都是上班族 而且我們都是雙星 因為以前就是小孩子很小的時候 我們就有計劃要帶他們出國去讀書 所以要有儲蓄 那我現在是這樣子 她那個老大在國已經結婚了 結婚了那現在還沒有小孩 所以我的心願就是媽媽 天下父母心媽媽的心願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也是借領了要退休的年齡 現在是我家裡的公司還在做 那我是有個計劃就是說 從今年啊我如果我的一些事情 如果有卸任的時候 我是想到國外去就是退休做退休收入 那我現在畫的這個就是 我有講說齁 我是希望說能夠我退休到澳洲去的時候 我能夠和我的媳婦跟我的兒子齁 就是說因為他們現在住的是我自己在澳洲買的家 那我的媳婦一直想要independence 就是希望能夠獨立 所以他們現在是雖然是住在我的家 可是他們希望他們獨立 所以我是希望他們能夠 這幾年能夠補他們就是自己買一個房子 然後自己有一個恩愛的家庭 所以我畫的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現在呢 因為我那個媳婦他也是音樂老師 他在國外很辛苦就是說 他是吹那個basson跟長笛 他是很好的音樂老師 可是他要看很遠的路去那個教書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在那個city 在墨爾本的那個城市裡面 他們有租一個share room 就是可能一個大客廳 然後有三個人 然後租的那個房子 那我希望他們以後就是 有自己有一個independence house 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然後有小孩 然後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然後一個淡數就是我旁邊那畫了一點就是說 我退休的生活 我雖然是可能住在我的家 也可能去跟他們共住 可是呢我很喜歡畫畫 所以我希望我的生活是很充實的 然後一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老人家嘛 我不希望拿我們的老人家去到那邊 是拖累的小孩子 所以希望他們沒有負登 所以我這邊最後我是寫說 我希望在一年的時間裡面呢 我能夠增加三萬五到五萬塊 因為澳洲生活很貴的 然後我因為我的夥伴是蘇老師 其實我用美滿的家已經用12年了 我從來沒有想要經營 可是就像說我沒有想要出國 可是我今天為了孩子出國 然後呢我本來也沒有想要說 到國外發展這個美男路卡這一塊 因為我已經用了12年 我在澳洲我全部都換品牌了 然後我家裡全部都是換美男路卡的東西 可是澳洲以前跟現在是沒有連線的 那我就是說我在台灣也用 然後澳洲也用 然後現在我就是有個深思 我希望說我希望能服務孩子 他們能夠成立一個獨立的家庭 然後呢我也把這一塊的那個版圖 就是放到澳洲去 所以我的主力可能在Oversight 那我希望他們也能夠用好的東西 然後也跟好朋友分享 然後把我們美樂家的一些福音呢 去傳達給他們的朋友 謝謝